现在是凤凰花开的季节 不少游客都会前往玉里镇的193县道 沿路关上美景 而玉里镇正名代表刘兰英在定期大会上表示 不管是南往北返都会经过这条松浦公墓这条路 但是公所并没有特别整理 只看到杂草重生 而周兰英建议可以做绿美化 在这个凤凰花开的季节看过去会心旷生意 现在是凤凰花开季节 不少游客都会前往玉里镇193县道沿路观赏美景 玉里镇名代表周兰英在定期大会上表示 不管是南往北返都会经过这条松浦公墓的这条路 但是公所并没有特别整理 只看到杂草重生 周兰英建议可以做绿美化 在这个凤凰花开季节看过去心旷生意 193不管是南下北上都可以看到 一下看尤其是现在凤凰花盛开 非常非常多的游客都下来拍照 这个部分就像刚刚我讲的 这个是游客拍的很美丽 非常美丽 可是它的后面的背景背后 就是我们的松浦的公墓 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请所长研究一下 要如何在规划这个美化的部分 镇公所回应会后会在做讨论 一定会符合景色相互应 每次就是能够相互回应 就是领后面的景色也要融入在里面 不要太难看 周兰英说 在其他乡镇都可以看到公墓外围 其实都还是有在做绿美化 分别投入景观地景风土 与植栽建构等等 让原本临近闭设施的公墓依循周遭的生活背景 转型为宜居的生活环境 希望玉里镇公所也能朝这方向努力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